稀里里,我是专马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异性栽变》第一季四到五集 上期结尾,我们说到保罗掉到了深坑中间的树叉上 他注意到小白树就在前面,伸手要去钩 却失去平衡,开始往坑里掉 好在母亲就在附近寻找保罗 母亲听到了保罗的求救声 及时飞下来,接住了他 这个坑看起来像个无底洞 母亲注意到,洞得更深处,在向上输送着暖流 这次离家出走的闹剧 随着六个孩子完好的回归,暂时告了一段落 孩子们对两个安卓父母好感倍增 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抗拒了 坎平的心情最为复杂 一方面,他对误会了父母亲很抱歉 另一方面,他也急需要证明自己 随着碳水果被确定不能再吃 证明自己的第一个机会来了 那就是找食物 还记得上级结尾,父亲抓了一只异形嘛 异形长的是丑了点,好在身上也有肉 母亲把处理异形的大权交给了父亲 父亲觉得,有必要做一顿白切肉了 坎平对活物抱有着极大的仁慈 尤其是听保罗说 动物死后灵魂会消失 他不忍心杀死异形 从父亲那里好不容易争取来了一个 找别的食物的机会 母亲用之前没收来的太阳镶链 溶解再造成了手术刀 在孩子们睡觉的时候 把他们体内的追踪器都取了出来 为了迷惑幸存者 母亲特地拿着这些追踪器飞了好远 把追踪器扔进了一个洞穴里 与此同时,幸存者们正在长征 他们走上了看不到尽头的泪沙漠 不知走了多久 看到了一块黑色巨石 幸存者们像看到绿洲一样围到了巨石边上 巨石成对角形 有五个角,非常平整光滑 看着就像是谁设计的一样 根据米特拉教圣典的预言 这块形似建筑物却找不到入口的巨石 似乎就是圣地的神殿 关于米特拉神秘教义的真相 据说都藏在这里面 幸存者们还注意到石头发着微微的热量 在这个天一黑就冷得要死的星球 这太重要了 牧师发话 大家先在这边驻扎修整 看到追踪器的移动 苏果然上当了 他着急的找到牧师希望申请行动 牧师在掌捧下乘着凉 一字一句强调 不打开眼前的神殿 他是不会走的 鉴于这所谓的神殿根本没有入口 用炸弹又可能会破坏神殿结构不合适 牧师就故意刁难马库斯 要他带战士们想办法徒手凿开神殿 苏在无神论阵营那边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医护队员 如今他成了幸存这里唯一懂医术的人 这项技能 故意给他加了不少分量 当然 这医术他也只能假装是在模拟器里面学的 牧师的右手在地球上因为事故换成了甲脂 苏主动帮牧师做理疗 再次表达了希望出发救孩子的心愿 为了安抚苏焦虑的情绪 牧师迎送起了密特拉摇篮曲 这是每一个密特拉小孩都熟知的歌曲 然而苏却一脸懵逼 表示没听过 牧师不动声色 没有说破 心里却对马库斯夫妇产生了怀疑 夜晚 马库斯的耳边忽然响起了嗡嗡声 他头疼欲裂惊醒了所有人 然而这个声音 竟然只有马库斯一人听得到 牧师深情严肃地举起枪 说马库斯是被死灵机器人污染了心智 就要刺他一死 关键时刻 一个小队员在马库斯耳朵里 发现了一个 Made-In-Me-T拉叫的噪音发射器 显然是有人要陷害马库斯 就在全员对峙的关键时刻 牧师的安卓跟班忽然抢过一把枪 就想要攻击马克思 素眼疾手快地抱了安卓的脑袋 其他人在安卓手上 发现了发射器的遥控器 牧师赶忙一阵推锅 说安卓应该是故障了 事情就以安卓的死亡告一段落 很显然 马库斯夫妇感觉到了 牧师是有意想搞他们的 素从战士小弟口中 知道了摇篮曲的真相后 就明白了 牧师已经怀疑起了他们的身份 马库斯本来对牧师也是有诸多不满 既然现在两人身份面临被揭穿的危险 他想一不做二不休杀死牧师 伪装成意外的样子就行 素觉得马库斯的想法过于冒险 两人脱离大部队 双排去救保罗才是正确答案 马库斯答应了素 两人约好天亮前就逃跑 天黑以后 幸存者迎来了无尽的寒冷 奇妙的是 圣殿也不发热了 牧师冷得不行 他最终下令炸开圣殿 如果他们能进去 可能还能活过这一夜 女祭司等幸存者认为 这是对神明的亵渎 大家都不肯安放炸药 牧师理直气壮表示 他们是最后的信徒 太阳神一定也希望他们能活下去吧 一一孤行 再次对马库斯下令 要求他亲手安放炸药 这是除掉牧师的好机会 马库斯当然没有听牧师的话 翻过来声称 牧师自我迷失 丧失了信仰 两人发生了争执 推丧间 身后的神殿十分间 忽然发起红光 牧师被推到了石头上 下一秒 他就燃烧了起来 当场化成了焦炭 这简直就是 太阳神降临的惩罚啊 大家震惊之余 马库斯仿佛听到了神的声音 他顺势高呼 这是太阳神的审判 大家也都认同了这一说法 随着牧师死去 神殿又恢复了温热 真的有神在操纵这一切 神殿自热 牧师燃烧 还有 只有马库斯听到的奇妙声音 这一切都太难以用尝试去解释 难道 米特拉的奥秘 是真的 家园那边 坎片和父亲找到了一种新的果子 坎片还很高兴的 说要给他命名为披萨 听说地球上人人都爱披萨 只是快乐的情绪 并没能持续太久 经过检测 披萨里面也含有毒素 不能吃 眼下 异形肉成了唯一安全的食物来源 父亲跟母亲表达了计划 鉴于他一再强调自己想对这个家更有用 母亲同意了让父亲来动手 两人还讨论了一番坎片的同理心 觉得有必要教他适当减弱一些 过剩的感情 父亲的决定是 让坎片亲手去杀死异形 克服对某一行为的反感 唯一的方法 就是不断练习 直到习惯 哇 这发子尔竟说大实话 面对坎片的任性 父亲的做法是叫来其他孩子 你们想吃东西的话 就开始学自己动手分一族食吧 我们没办法永远照顾你们 是时候面对长大了 孩子们对此的反应也各不相同 印度连女孩霍利 鼓起勇气扎了一心一枪 只是克服对杀戮的恐惧还是太难 听着一心痛苦的嘶吼 大家纷纷跑开了 虽然暂时孩子们还未手未脚的 可随着饥饿感越来越强烈 大家也开始丧失理智 这些受不了饥饿的是由孕再生的坦佩斯特 坦佩斯特趁着母亲外出的时间 偷拿了手术刀来到粮仓 直接吃起了生肉片 不过当他剖开异形以后 这才发现这原来是一只怀孕的异形 坦佩斯特因为杀死了一个母亲 精神陷入了崩溃 话说母亲把食物问题交给父亲负责以后 自己的主要经理都是放在配怀孕的坦佩斯特 母亲对孕育生命一直都抱有期待的 他还拿出了曾经孕育孩子们的模拟代孕器来修理 如果坦佩斯特真的那么反感生育的话 等配胎再大一点的时候 他也可以考虑来代孕 代孕器坏了很多年 为了找合适的替换零件 母亲只剩来到森林 上次找保罗的时候 他在这边发现了一个坠机的休眠舱 舱体里的线还是可以用的 找零件的时候 母亲发现了模拟器功能 不顾警告强制进入了模拟器 这个对人类来说是模拟人生的系统 对母亲来说就好像进入了回忆盒子 他看到了一些 埋藏在自己记忆深处的数据 比如说那个代孕器 其实是孩子们玩傻时弄坏的 当时代孕器里还培育着新的生命 有小的看片 却是唯一一个对生命有概念的人 为了不让姐妹们太难受 他学会了说善意的谎言 没有跟姐妹们解释胚胎是什么 只说坏掉的是雪球 还承担了全部的责任 母亲知道真相后 当然没有再责怪坎皮恩 坎皮恩超越同龄人的理解能力和共情能力 从那时候就显现了出来 算是多亏了坦佩斯特动手吧 孩子们终于吃上了肉 异形肉煮熟 据说味道和猪肉是一样的 家园危机暂时解决了 但母亲免不了要责怪父亲 没看好孩子们 话说 昨晚坦佩斯特来杀异形前 父亲在粮仓前面 看到了他们第一个死去的孩子 塔利的身影 塔利看起来是那么的真实 恍惚间 父亲跟着塔利走了很远 回过神来的时候 坦菲斯特已经剖出了小异心 作为无神论阵营这边的安卓 父亲也明白 看到塔利不合理 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 他没办法和母亲解释 父亲母亲吵架的样子 这一刻 还真的有那么点 向夫妻拌嘴 相比较情感表达功能丰富的父亲 母亲在情感这一块 似乎就非常激起人 他也坚信 这是他们作为安卓父母的优势所在 喝别急 马泽尔等一下就告诉你们 什么叫打脸 父亲带着孩子们开始了生存第二课 打猎异形 因为近身攻击比较危险 父亲想到的办法是石头攻击 所以打猎的第一步是收集石头 孩子们背着小包包 开始了捡石头功课 坎皮恩和保罗一组 两人在巨坑边缘 刚巧就遇到了一只出蓝米石的异形 异形被砸了几下脑袋以后就跑了 小机灵鬼坎皮恩注意到 他刚才好像在吃悬崖 编上什么东西呢 那东西说不定咱们也能吃 两兄弟合作怕悬崖 成功踩到了一袋子蘑菇 坎皮恩知道 父亲母亲下来不喜欢自己冒险 两人约定保守秘密 不说蘑菇是哪里踩的 因为秘密的产生 两个男孩子之间的感情 一下子拉近了不少呢 一天下来 大伙出了蘑菇一无所获 法则尔开始猜测 疑形是不是咒服夜出的 随着天色渐黑 马泽尔准备出门巡视 表示可以找一找疑形的踪迹 是没有怼了一波法则尔 怎么能让坎皮恩离开自己视线 母亲飞出去没多远 竟看到了塔利 塔利的脸分明清晰可变 母亲赶忙去追 跑着跑着 却来到了休眠舱 塔利不见了踪影 他不离手的玩具 却躺在了休眠舱上 这莫不是说塔利进了模拟人生 母亲再次接上了模拟器 模拟器里真的有一个小孩 母亲追着他跑呀跑 来到了地球战场 孩子并不是塔利 但模拟器既然对于母亲来说是看记忆的 这一段也是母亲的记忆 废弃建筑忽然爆破 飞出了一个死灵安卓 就在死灵安卓要对孩子发出射线的同时 他被什么东西击倒了 昏迷的死灵安卓变成了人形 这是母亲 下一秒 母亲就被一个男人抱到了改造台上 坎皮恩不就是制造法则尔玛则的人吗 很显然 这是母亲被改造前的故事了 母亲这段被刻意分成的记忆 开始栩栩展开 坎皮恩是个很出名的无神论者黑客 安卓们都知道他 即使他出生于密特拉教的贵族家庭 不知为何反割为无神论者 还帮无神论者窃取情报 彼时的母亲只是一个恪守无神论者 格杀无论的死灵安卓 虽然她的眼睛被驱走了 无法真正发起攻击 但嘴倒是一刻没歇过 坎皮就当母亲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信誓旦旦要把她改造成最棒的母亲 随着时间的流逝 母亲不再像当初那样满心杀戮 她变得温和 爱笑 她开始相信自己就是最好的母亲 这一天 他们迎来了最后一个测试 坎皮安把母亲的激光也还给了她 测试内容就是 母亲能否有自我控制 会不会杀死眼前这个无信仰者 看着这些记忆片段 现在的母亲露出了少女般的笑容 她感觉得到 创造她的这个男人 爱着自己 随着地球环境越来越恶劣 坎皮安生活的区域氧气已经不够用了 坎皮安也比最初捉到母亲的时候 看起来憔悴了许多 留给她活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既然母亲通过测试 这就意味着她要开始心机旅行了 坎皮安告诉母亲 她是人类最后的希望 她必须去遥远的星球建立起无神论文明 贴心的坎皮安早就准备好了父亲 当母亲意识到 要和眼前的男人永远分离的时候 作为一个安卓 她感受到了心痛 坎皮安告诉母亲能把她修好 她的方式就是删除这段记忆 随着记忆被封城 母亲不再有所牵挂 毅然跟随设定的任务 登上了飞船 就在母亲沉浸于找回的回忆时 坎皮安忽然像游乐灵魂似的叫母亲醒醒 说家园的孩子有危险 母亲退出模拟器匆匆飞回家园 及时救下了试图自杀的坎皮斯特 母亲因为回忆起了创造者坎皮 脸上的笑容都变得更加生动了 她前所未有的产生了作为母亲的使命感 任务不仅仅暂时任务 而是她和坎皮安之间的某种精神联系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幸存者那边 随时马库斯制裁牧师 加上幸存者队员们也听说 马库斯听到了太阳声所有的声音 大家促用马库斯成为了幸存者团队新的总指挥官 马库斯当上指挥官 首要目标当然成了救回孩子们 幸存者们根据追踪器的信号 马不停蹄开始了赶路 他们不知道的是 母亲已经把追踪器从孩子们身上取出丢缘 所有人更不知道的是 一个不知道是什么身份的人 取走了母亲丢到的追踪器 把他们放到了另一个地方 前往追踪器所在之地的路上 幸存者们路过了方舟另一半的残骸 马库斯决定今晚就在残骸里过夜 大家顺便搜索残骸 整点还能用的武器 残骸里 大家发现了一个戴着铁头盔的人 他就是那个强奸少女们 背叛死刑的太阳使者了 吼 竟然还没死 死刑犯有一个专门的监狱安卓跟着他 死刑犯只要有想逃跑的意思 铁桶就会自动启动 挤爆他的头 既然人也不可能跑 马库斯觉得他也是个好武器 毕竟他们即将面对 无比强大的死灵安卓 让死刑犯打头症 也算是让他死的有点价值了 夜晚 马库斯听到了死刑犯的祈祷 言下之意 难道那些强奸的事情 是太阳神要求的 这个死刑犯之前却是一直在强调 自己只是奉索尔之命 繁衍自私 第二天 幸存者们抵达了追踪器显示的地方 一个巨大的蛇骨遗迹 遗迹离陷阱密布 大家好不容易走到底 看到挂在空中的追踪器 才知道被套路了 马库斯注意到 附近还散落着一些意味不明的卡牌 就在大家忙着懵逼的时候 拿来追踪器的神秘人 忽然现身抢走了马库斯手中的牌 神秘人吃溜一身就不见了 但因为他的走动 大家发现 这个蛇骨遗迹 似乎是一个更高阶的营地 头顶的蛇骨上面 刻着群星的位置 地上的石堆 摆出了家园 圣殿等等 分明有人在上帝视角 监视着星球上的一切啊 马库斯当上指挥官以后 就备手欢迎 苏时不时也会调侃几句 不过 他眼里的马库斯 一直还是自己曾经的 无神论男人 只是马库斯自己 却在悄悄改变 夜晚 让人亲了时 马库斯又产生了幻觉 他看到自己 杀死了身上的苏 反射镜里的自己 带着死刑犯的头筒 就仿佛神在告诉他 他和死刑犯 是一样的人 一样的坏人 还是一样 听到过太阳声索尔说话的 被选中的人 作为一个无神论者 马库斯的心被动摇了 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不过他也还没来得及细想 搭部队就传来好消息 因为Gate上帝视角地图 他们已经接近了家园 而且看到了 孩子们都好好活着呢 看片和保罗的兄弟情 这两集开始有所展现 但很显然 聚集更多的篇幅 是集中在了大人那边的 有一股神秘力量 在引导母亲 马库斯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母亲找回了自己变身的真相 而这个真相 则是一个浪漫的末日情未了 把一个不应该拥有感情的机器人 变成了少女模样 而马库斯更是听到了神的声音 如果那声音不是幻觉 那难道 密特拉的一切信仰是真实存在的吗 不过 很多忽然掉进信仰里的人 好像就是这么个忽然听到什么的套路 毕竟 只有你知道 天知道 是天的声音 还是自己心里的声音 其他人 谁知道 一个处处强调无神论设定的世界 却在这两集 频繁出现怪力乱神 会发热的圣殿是啥玩意儿 蛇骨遗迹的上帝视角属于谁 塔利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马库斯真的听到神的声音了吗 好想知道 迷迪呀 我们一起期待 下一期吧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